大家好 补充一下昨天说的关于抖音海外版TikTok的视频 有些评论问TikTok 他就是抖音的海外版 第二个 很多人认为我那个视频把抖音给暴露了 这个比较荒唐 因为我那个视频也说了 对吧 在美国很多的文章都提过这个事情 也在分析这个事情 虽然美国的大众教育不是很好 但是美国有经营教育 美国有很多的经营 有很多的智库 一个对社会会发生这么大变革的这么一个APP 他们也是有很深入的研究的 怎么回事人都知道 事实上过去美国也好 印度也好等等 都对抖音海外版有很多的限制 它的理由都是保护未成年 还有用户的隐私 主要就是这两个理由 他不可能 不管是美国的政客 相关的管理者 还是议员等等 都不会说的 因为你上传抗议的视频 上传游行的视频 所以我要限制你 他不会说的 这是政治正确 而且这么多年都给美国人灌输自由民主等等 对吧 你上传这个怎么能是违反了呢 而且这些视频不是TikTok上传的 都是用户自己传的 对吧 这是用户自己的自由 他不会说这个的 但是这种洗脑式的传播方式 国内对他诟病也很多 比如有很经典的话叫做南抖音北快手 中国智障手拉手 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洗脑性质的那种快速的传播 但是不管你如何诟病 对吧 互联网产业发展到了今天 人类的生活方式发展到了今天 它会产生一种不分老少 都非常的喜欢 用的人也非常的多 对吧 可能少数人并不喜欢抖音快手 认为它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你依旧阻挡不了这种趋势 阻挡不了大众去使用它 这一个风潮当然是从中国先开始的 然后到了美国 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对吧 之所以在中美之间都会形成这种风潮 在很多国家 对吧 譬如非洲这些落后的国家 肯定也形成不了 因为它的基础网络 或者人均的手机用量 它是达不到的 所以互联网能够发展 到今天吧 实行短视频这种方式 对本身一个国家的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它是有着 它的需求的 看起来是一个短视频的事情 对吧 你首先 人人都是拍摄者 人人都是参与者 人人是讨论者 你手机的拥有量 要达到一定的程度 每个人都会随机的拍摄 对吧 而且网络的覆盖 还有网络的速度流量 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目前 对吧 中国互联网的覆盖 显然是世界最高的 资讯费用也是非常便宜的 美国的覆盖率 没有中国这么高 但是 但是 对吧 它的覆盖率 再放到全世界来讲 也依旧是非常的大的 其实我们从过去 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 尤其是二战后 其实中国和美国 之间的整个社会的发展思潮 是非常像的 而且每30年的这一次变革 也是非常的像的 只不过因为过去 双方生产力发展不同 上线和下线不同 但是整体的思潮 大底是差不多的 这个不详细的解释了 那么 第三个吧 就是上个视频 关于美国的TikTok的装机量 说的是不对的 我又查了一下 它应该是2000多万 到3000万之间 那并不是两个亿 美国的互联网网 你就两个来亿 那样的话就全覆盖了 对吧 那么第三个 又说一下墙的事情 不久前 这个 观察者网的一些人 还有很多人 对吧 又重提开墙的事情了 觉得现在要开墙了 等等 我以前谈过墙的事情 我基本上没有从控制舆论 对吧 或者是有害信心 这个角度考虑 我考虑的一就是产业 一个是 以前引用了 德国当年发展的 叫做政治经学的国民体系 它这个就是批判了 英国的亚当斯密的 自由市场 它说什么叫自由市场 就是假如吧 我和马云 同时要竞争一个生意 马云肯定主张自由市场 因为它有资金 它有技术 如果你公平竞争 你竞争不过的 所以看起来是自由 其实一点也不自由 就譬如现在 我们说海洋是全人类共有的 你说外蒙古 它跟它有什么关系 它连个船都没有 连个口岸都没有 现在说南极州 也是全人类共有的 对吧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都可以平等的享有 南极州的权利 但世界上是吗 不是的 能在南极州建得起 科考站的国家 就没几个 包括月球 全类共有的 火星全类共有的 有几个国家能登月 这就像自由市场 都是自由的 都是平等的 有本身 你这个商品 你就来吧 但不是的 所以从李家图的 对吧 这个讲法来看 李家图我再重申一下 他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家 他当时是 当时是德国政府 也就是德皇的幕僚 对吧 这个人是左右了 当时德国的政策的 不管是彼斯迈德皇 都采用了他的意见 首先建立的是 德意志关税同盟 先把内部的市场 封闭起来 统一起来 然后发展自己 避免外部 尤其是英法的 产品的冲击 因为英法当时 经济比较发达 英法的经济比较发达 产品的价格 也比较低 对吧 其实美国南美战争 也是一样 美国南美战争 也是要先把国家 统一起来 把市场统一起来 然后把整个 北美的市场 封闭起来 避免欧洲的廉价的 高科技产品的冲击 这都是一回事 发展自己 当你发展起来之后 你可以和欧洲产品竞争之后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也跳出来 主张自由贸易了 主张自由市场了 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中国早期的互联网 对吧 你像当时西方 那个时候 谷歌呀 等等这一堆 主张这个 对吧 这个世界互联网 公平竞争啊等等 那个时候 中国互联网 刚刚岂不是个雏形 你怎么竞争 你竞争不了 对吧 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竞争了 可以位置一战了 但是你会发现 对吧 就像政治经济经济学的 国民体系这本书一样啊 当我落后了 不只是整体落后 如果某一个领域落后了 一定会把市场封锁住 采取关税的形式 避免北国的产业受到冲击 对吧 那美国也一样啊 其实我们看抖音 为什么要搞个海外版 我看很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啊 说这个对吧 避免中国人和外界连同 又是消息封锁这一套 但事实上不是的 如果你看这个历史 是美国人要让你搞个海外版 对吧 而且要求他的管理人员 负责人员 包括工作人员 都要是美国人 服务器也要设在美国 中国不能查看他的服务器 他的理由当然是国家安全了 美国这个国家安全万事万物皆可国家安全 对吧 如果中国或者四节跳动 北京这边 他的总部如果能够查看 美国的这个TikTok的服务器 就说会泄露美国人的隐私 说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 你心里没有数目 所以包括我们国家 这个开墙不开墙的事 你哪怕现在开的墙 依旧是美国的互联网产品 能够自由的进入中国市场 你进不到美国 对吧 它有两大法宝 一个是隐私用户隐私一个是国家安全 当然还有第三个法宝 未成年人 对吧 就要求你了 你不管是这个TikTok也好 包括快手也好 你假如微信也好 微信去美国 你得单独建服务器的 对吧 服务器中国一是不连同 二是你也不能查看 包括各种富的都是美国人 对吧 那除非我们的互联网开放就是对等了 我们也得把这三个法宝举起来 美国假如谷歌进入中国大陆了 对吧 这个服务器设在 假如设在北京 对吧 这个管理人员 CEO全是中国人 对吧 美国人不许查看谷歌的服务器 美国的谷歌的服务器 和中国的服务器不能连同 你不能连同有什么意义呢 那不就是个百度吗 现在你比如你看这个TikTok 还有快手的海外版 都是不让你和中国的服务器连同 如果我们用VPN下载了这个抖音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检查你的手机卡 如果装了大陆的手机卡 连不上TikTok 你得把大陆手机卡拔掉 它不能检测手机卡 确定不了你这个用户是哪的人 它在让你连 对吧 这个我不想科普了 大家可以查一下 就是美国对TikTok的几轮限制 这个是美国要求的 这不说中国要求抖音 不是的都不是的 就是美国要求 中国用户也不能用 对吧 这是我们美国的抖音 虽然是你的企业 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就像有一句话吧 说我们的领土的问题 就是叫做穷则搁置正义 达则自古以来都一样 对吧 当我们的互联网企业 没有竞争力的时候 你就主张自由进入 我进入你中国 你要自由的开放 对吧 你也可以自由的进入美国 但是实际上那时候 中国互联网刚起步 你怎么自由的进入 对吧 当你的互联网 茹壮成长起来了 你要出海的时候 人家就把自己的市场 就跟你封闭起来了 其实人家讲的不是封闭 对吧 讲的是保护隐私 国家安全 保护未成年 就是这个样 但其实背后的东西 都是一样 回到中国 也是一个样子 对吧 其实你说我们假如开放的 推特呀 谷歌呀 也和美国这个样子 对吧 中国的谷歌 中国的推特 和外国服务器不能相连 对吧 外国的用户不能用 我们要检查的手机卡又不能用 只能中国自己用 那有什么意义呀 毫无意义 那用微博好了 对吧 那就用百度了吧 对吧 你其实外国的互联网进入中国 我们希望的或者它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 你和外国全世界能连上 其实美国也一样 中国的互联网进入美国也是一样 对吧 它能够自由的畅通的和全世界相连 但其实也是一样啊 对吧 美国也不让你自由畅通的和全世界相连 它只需美国自己的互联网企业畅通的和全世界相连 但是你别的国家的企业要到美国和它畅通的相连 它是不让的 尤其在这个时代啊 我们也要知道 譬如阿拉伯之春等等这些西方的颜色革命 那个时候都是通过的脸书啊 互联网上关乎着太多了啊 数据信息用户的隐私等等太多的东西 太重要了 这个年代 而且还可以煽动很多的事情 选择给你推送很多的东西啊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